總統蔡英文在6月份 正式公告關主兵做議員 正式行為國家議員 為了六四這項政策 行為保隆做行政標示的性以向公訴 自7月份開始 增加相議公文的合佈 也就是用保隆做記評音來下公文 為出性以鄉長蘇共表時 使人起步很困難 但算是進行保隆做記重要的一步 性以鄉長蘇共和做記老師松光輝 最會來討論到保隆做記的公文 看到一大串的羅馬評音文字 就是現代保隆做記 對連做記老師都看得真正 鄉長蘇共也說要用水準出來比較好 但為了進行保隆做記 並且六四個國家政策 又再有困難 還是要推動這個保隆做公文 來傳達 讓我們的除了我們的承辦人員之外 也讓我們部落或是我們的所有的幹部 未來都能夠看得懂 而且也會書寫這樣一個基本 不能做這個公文的書建 也是國家的政策啦 雖然讀起來很辛苦 可是這是一種起步 也應該要做啦 這個既然定為國家自己的語言 那因為現在用這個口語化轉成 字面化文字化還有一段距離 可是總是開始 做記老師也講到 屬下保隆做記的公文 就算是很夠講做記的人來寫 也是很困難的工作 三四百里的入獎 可能就要花業三天的時間 雖然入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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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和做記老師也有信心 對當保隆做記公文是一個好的開始 其實我知道這個對我們的承辦人員 來講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困難 但是我們先從最簡單的部分 找索 例如說像一些公告 一些簡單的通知 一段時間之後我們可以用格式化 把那些原來的技型 原來常用的 我們就用一個公文程式把它定下來 以後就照這個方式 大家都更簡單 更容易上手 除了各組群 因為還有各社群 也應該都要各自做自己的文字化的 如果是公文 那你比如說發到卡士群的部落 你就用卡士的這個文字去發過去 只要如果是郡社群 你就用郡社的這個文字發過去 我的看法是這樣 官主兵做議員 已經正式身為台灣的國家議員 不論做議跟中文的相對照公文 是就是國家政策的一個開始 信仰公司也希望 可以漸漸破片在不論做人的行政区業 記者今天先散播到